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不晓得你们唱诗喜不喜乐 刚才歌词说到我的罪虽然大 但是他的爱更大 那个《Amazing Grace》跟《Unfilling Love》 那个奇妙的恩典跟永不改变的爱 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祝福 我每次唱《Cornestone》这条歌的时候 我心里面都特别特别的喜乐 以赛亚说二十八章十六节告诉我们 这个《Cornestone》它不仅仅是我们建造的根基 它也是所有建造的标准 所有的建造都是根据它 同样的也说到这一块石头 Cornestone是试验过的石头 换句话说不管怎么样子的stone 不管怎么样子的困难 信靠它的人永远得胜 永远不至于着急 中文翻译的着急比较温和一点 有的翻译就说不要焦 或是不要被搅扰 所以当我们稳踏在这个《Cornestone》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是稳踏在基督的磐石上 感谢主我们现在见到今天又是《Combined Meeting》 所以我继续讲我们今年要借的《约书亚记》讲的主题 讲到得胜有余的独居之名 上次我们讲到我们这一班神的百姓是被神从埃及救出来 被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他们是蒙神特别所爱的一班人 同样的在他们的身上 神也有一个特别的托付和使命给他们 就是要来见证荣耀我们所信的神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我们都是在神眼中最特别的一班子民 那我们上次讲到我们这一班子民特别特别在哪个地方 特别在我们这一班人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班百姓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从埃及出来以后开始走天路 在这里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圣经上说他们是按着站起行的 换句话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站都是在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中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他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要立刻对着会幕来安影 换句话说这一班人在人生中不管在人生哪一个台阶 神是他们的中心 这永远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 不管你是学生也好 不管在你的职场也好 在你家庭生活也好 在你任何的生活里面 永远以神为我们的中心 而在这里讲到第三件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这一班人的身相 他们是过十字架的生活 十字架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你们看到这个图 当巴勒召巴兰来驻驻神的百姓的时候 巴兰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山望他 发现底下是一个大的十字架 我上次把那个图形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东南西北各有三个支派 人数加总以后就是这样十字架的图形 所以迦勒 巴兰在这里原来要驻驻的 神把他驻驻的话都改成祝福的 不光他们的安营是以慧慕为中心 他们的生活也是在见证伟大十字架的救恩 虽然旧约的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 但是你看见神整个手段的奇妙 而他们的会幕是他们的中心 上次我们也讲过了整个会幕的摆设 这个摆设的摆设又是一个十字架 同祭坛 洗浊盆 进来以后右边是橙色饼的桌子 左边是金灯台 再往前走金香坛 再往前走至圣所 诗恩座 约柜在那里 弟兄姊妹讲到大十字架中的小十字架 我们的生活是十字架 我们的侍奉敬拜是十字架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特别的地方 我们有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的道德比别人好吗 我们的罪性比别人好吗 我们有什么长处被神拣选呢 全是恩典 全是恩典 是被神从埃及救出来分别出来的一般人 所以我们不光蒙恩蒙爱 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托付 我们在跟世人见证神在我们中间 祂是我们的中心 祂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 而我们这一般人愿意来见证祂 借着我们的生活 借着我们的侍奉 我们都在这里征醒祂 所以一下子 三十八年四十年过去了 今天我们来到约旦河边 小孩子出去玩最喜欢在车上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还要多久才到 好 有什么感谢主我们现在在约旦河边 今天我们开始读约书亚记 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 我们一次读三节 先读中文 然后读英文 就读英文 我们从约旦河记第一章开始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始了以后 耶和华小遇摩西的帮手 认得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始了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 往我所要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 读英文 你要读英文的一道赞 去读英文 说omnomnüm After the death of Moses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 Lord spoke to Joshua the son of Nun Moses' assistant Moses, my servant, is dead now therefore, arise go over this Jordan you and all this people to the land which I am giving to them the children of Israel 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柏拉大河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向你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骗你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只要咒业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verse 7 only be strong and very courageous that you may observe to do according to all the law which Moses my servant commanded you do not turn from it to the right hand or to the left that you may prosper wherever you go this book of the law shall not depart from your mouth but you shall meditate on it day and night that you may observe to do according to all that is written in it for when you will for then you will make your way prosperous and then you will have good success have I not commanded you be strong and of good courage do not be afraid nor be dismayed for the Lord your God is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第九节是基督徒最常引用的经文之一 我们一起同声地来读它一遍 不管中文英文 同声读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当强强壮胆 不要去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 同在 好 我们现在讲 分三个段落来讲这一段的经文 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荣耀的呼召 叫百姓们进入迦南来承受美定 所以我把这一段的几个关键的字摆在一起 就是我放在纲要上的 它说现在你要起来 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然后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有一块应许的美地 要带领这般百姓们进去 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真正的美地可能比这个还要美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那里是有山有谷与水滋润之地 圣经在那里形容说它是流奶与蜜之地 奶说到动物生命的精华 蜜说到植物生命的精华 换句话说流奶与蜜就表明 那一块地是充满了丰盛的生命 生命就有很多不同的笔法来形容这块地 有小麦 有大麦 有葡萄树 有花果 有橄榄树 各式各样的丰盛的生命 而更重要的是 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 它不仅仅有山有谷与水滋润 它说耶和华的眼目看过那地 从岁手直到脸中 神都看过这个地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 难怪说叫做应许的美地 第二个 我们在这里看见 告诉我们要靠着主刚强来遵行主的道 我们刚刚因为已经读过了 我就不重复再去读了 第七节到第九节 它在这里特别强调两件事情 它说一个要刚强 要大大的壮胆 你看第七节说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第九节神又再说 我请没有吩咐你吗 你要刚强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神为什么一再对耶稣亚讲这句话 表示神知道耶稣亚害怕 原谅我说不光耶稣亚害怕 整个百姓都害怕 因为第一个 摩西已经被主接去了 带了他们四十年 伟大的神人摩西被主接走了 一下子没有一个领袖 第二个 神早就告诉他们 加南地里面有加南七族 有七种不同的仇敌 里面曾经有其中的一个仇敌 让他们在旷野都多走了三十八年 就是亚纳族人 高大像巨人一样 所以神在这里一再地提醒耶稣亚 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要刚强 那神给他的第二个提醒 你一定要谨守遵行 神借着摩西在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话 不可离开你的口 而只要作业思想 而且要谨守遵行 它带来的结果就是 无论你往哪里去 你都可以顺利 你的道路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祝福和应许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他们准备要进加南之前 神给了他们两个很重要的提醒 第一个不要怕 要刚强 第二个 要谨守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话 第二个 要谨守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话 神为什么说你不要怕 因为在这段的圣经 前面跟后面神都说 我必与你们同在 因为神跟我们同在 我们才可能不害怕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我知道谁掌管我的明天 主与我们同在 这是我们第一个不害怕的原因 我们不久以后读约书雅记 每一场征战都见证了 征战的胜败 在乎耶和华 不在乎人多人少 第二件事情 让我们里面能够不害怕 不害怕的原因 就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所以神把律法 把祂的话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照着神的话在地上过 分别为神的生活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胆量和勇气 在于神不责备我们 甚至神喜悦我们 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 当你做这个决定 当你往前去 你是为着神 而且知道神喜悦你的时候 你里面没有害怕 所以神同在 讨神喜悦 都是我们出去胆怯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在这里多加一个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点 神的那个荣耀的呼召 这个呼召是要叫他们承受那地为业 这个呼召带着神圣的使命给他 然后我们看见所有的征战 他的目的是为了承受产业 用这边一对隔壁的说 我们征战是为了承受产业 不然我们都逃避征战 我们不愿意征战 但是征战的本身不是目的 征战是为了我们承受产业 承受基督的 所以今天不管是疫情也好 不管是你个人在职场上 家庭上 健康上 任何的问题上碰到挑战 碰到困难 但要这些话帮助我们 怎么样子从担心害怕里面走出来 因着信心 神怎么说 我怎么相信 知道祂永远跟我同在 环境可以改变 我的信心可以改变 我的感觉可以改变 神的同在永远不改变 祂现在就坐在你旁边 祂现在就住在你我的心里 到了新约 祂更不丢弃我们 基督内住在我们的心中 哦 弟兄姊妹 我们要赞美主 第三件事情 我们在这里讲到同盟应许 得胜有余 要一起来承受应许 然后我们一起在这里 过得胜有余的生活 在我继续讲这三个应许之前 那我需要先插入来 算是补充 也算是复习 因为我以前讲过 到底这个应许美帝 指的是什么 原来我说决定不是指的 巴勒斯坦的那块地而已 哦 那块地 如果你早几十年去看的话 根本不值得羡慕 满目旷野荒凉的地方 旧约里面神常常用历史故事 或是用一些symbols 一些表号 来说出属灵的意义 将他们过红海 表示受尽 马拉的降临 表明了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真良 磐石流出火水 说到基督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 这都是保罗新约的解释 所以有人说旧约的约苏约 是新约与佛所书 这两卷遥遥相对的 都讲到我们是同盟天朝的一般人 属天的人 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伟大的招底下 过分别为圣属神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要讲什么叫做迦南美帝 用一句话讲它就是那 全有全足全封的基督 刚才我们说到流来与密也好 有山有谷与水滋润 耶和华眼目看顾全地 还有各式各样丰盛的生命 其实都是从各种的角度表达 在基督里所有丰盛的祝福 我们很快先看两节经文 哥尼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换句话说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好到不能再好的礼物 好到一个地步 人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 人心没有想到过 你有没有要不要给我举例子啊 如果你能够给我举例子的话 你已经不合复这个条件 因为你想到了 那是神最上好的祝福 值得接受基督来说的 耶稣太丰富了 你一辈子都经历不完的 你可能会问我说 余弟兄你凭什么说 神给我们上好的祝福 就是基督呢 这个是经历上说的 还是圣经上有这么说 我们在读罗马书8章31节到32节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 我相信我们都有基本的领悟力 对不对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神连他儿子都给了 更不要说万物 今天你我所有想追求的 不过是整个万物中的一点点而已 在神的眼中 祂的儿子远超过万物 这是神要给我们最上好的礼物 所以在旧约用加拿美去做表号 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是指的基督来说的 基督是一切 因为基督是一切之内 那我很简单地举三个例子就好 这已经足够了 第一个他讲到在基督里 那个全备的祝福 以福手书一章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所以你要注意到 保罗非常喜欢用形容词 而且他用的形容词 都是非常超越的 神把祝福给我们 我们需要了解我到底得到的什么祝福 有没有人去年拿到的生日礼物 到现在没打开的 你不打开你怎么知道你得到的是什么 这里说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是天上的祝福 是属灵的祝福 而且天上所有属灵的祝福都给了 换句话说 没有留下一样的神不给我 你们怎么都不喜乐呢 没有一样没有给我们 这个叫做全备的祝福 不管你读英文本 你去读英文本 祂是用曾经 已经给了 不是准备给 是已经给了 所以年长弟兄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他说我们的神 不是灵受伤 祂是批发伤 他一次完全 永远的 把所有的祝福 已经给我们 我们不是缺少喜乐 说神啊 求你给我喜乐 我决定太痛苦了 我不是因为缺少平安 因为缺少得圣 因为缺少圣洁 我分别地去向神求 神已经一致 完全 永远地 都给了我们 第二个 讲到在基督里 丰盛的生命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 到第十节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居住 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祂里面 也得了这丰盛 不光是属灵的祝福 平安啊 喜乐啊 圣洁啊 得圣啊 这些都是我们喜欢的 但是哥罗西书第二章 讲到神本性 就是祂的生命 祂的性情 都在基督里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在新人门序里面 一再强调 新约的子民多么有福 旧约只是用外面的祝福 让百姓们去体会 那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 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现在基督来了 所以我们在新人门序里面 特别讲到 我们要在这里享受基督的内住 接受基督的替代 活出基督的荣美来 所以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 第三件事情讲到 在基督里面最深的满足 跟完全的安息 我们没有时间去读 希伯来书第三章后半 跟第四章的前半 例如说第三章十九节 他说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幸的缘故 讲到住院那般百姓 为什么倒闭旷野 不能进入迦南的原因 希伯来作者没有用 不能进入迦南 而是用不能进入安息 来形容迦南地 换句话说 迦南地在这里表明 他是我们最深的满足 他是我们完全 真正的安息 能不能说有足够了 所以弟兄姊妹 整个迦南地 我就这样简单复习一下 这三件重要的事情 在基督里全备的祝福 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 在基督里最深的满足 和完全的安息 全讲到在基督里 弟兄姊妹 在基督里 它是一种境界 它是一个范围 它也说出了一种 生命的性质 所以什么时候 在基督里 这三样事情 都要领导我们 在往往下讲之前 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 也告诉我们 迦南地是有范围的 你就看那个 有颜色的部分就好了 这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地 东边 你们的这边 东边 是亚拉伯旷野 跟沙漠地 充满了荒凉 叫人失眠的地方 你们的西边是大海 我们喜欢海 但是圣经上 那种海的形容 常常形容死亡 你没路可走的 南边是埃及地 讲到世界的防华 诱惑 捆绑 北边 推罗西顿 或是现在的 所谓的叙利亚 就是巴南 都是仇敌 占据的地方 换句话说 你在迦南地 你就享受 这一切的祝福 你只要一跨出迦南地 你不是落在 仇敌的手中 进入荒凉 进入死亡 就是被世界捆绑 今天也是讲到 我们在基督里的情形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复习 有帮助于我们底下来 看这三个应许 到底它指的什么 这里讲到的三个应许 第一件事情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都必赐给你们为业 好 弟兄姊妹 脚掌所踏之地 表明什么 不是光说说听听而已 也不是说说 自己羡慕 有个心愿而已 而是脚踏实地的 去经历它 我们对圣经上所启示的真理 对神所赐的应许 我们有第一手 个人的经历 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 缺少第一手的经历 我们得到的都是二手货 或是我们持守的都是成年老货 我十年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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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二十年后又在讲 我三十年前被充满的时候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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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齿都掉光了 我六十年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是怎样 怎样 你从前被充满 可贵今天呢 圣灵上说要被圣灵充满 是现在事是一直进行的 是一直需要的 我们缺少第一手的经历 我们缺少持续被更新的心力 可能你刚信主 或者被主复兴的时候 走路走得很认真 但是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已经停留很久了 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停止成长的 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停止不往前去的 每走一步路赐给我们为业 多宝贵啊 你看这些人在山上走 他们的视野开阔 心胸开阔 他们亲自去经历神给他们的应许 可能一看到爬山就不想 我小的时候很羡慕人家来美国 因为很小 然后我也听说美国有个迪斯奈乐园 所以如果有一天 有人帮我买了机票 帮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让我能够有资格从台湾跑到美国 来到迪斯奈乐园 付了重价让我没有资格 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 就好像我们原来是罪人 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承受祝福 基督为我们弄血付了代价 让我们可以来 请问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人家花了这么重大的钱 把我带到这里 如果我只在门口不进去的话 你觉得我是不是傻瓜 我在门口绕了八个小时回台湾 说我到过迪斯奈乐园 你们都会嘲笑这个孩子 你需要进去 你需要脚踏实地 你需要脚踏实地 里面有树 里面有空洞 里面有一小的世界 有那么多开你眼界 兴奋的经历可以让你去经历 我们要起来 要走路 那个矽谷房子多贵 如果我跟你说让你十分钟 不管跑多少房子都送给你 你跑不跑 我这个老骨头走路都喘气的 我也跑 在基督里的产业冤超过这个 有一天要被火烧掉的 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恩典 不要再辜负神给我们的护照 起来走路 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我们 第二个 在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属灵的道路上 要承受产业的路上 一定有仇敌的难阻 在信心的路上 没有人不接受考验的 你不要以为你的难处 很特别 每一个人都有难处 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难处上 只有因着我们不信神 他才会成为障碍物 难处是一定有的 撒纳地亚书第四章告诉我们 大山啊 这么大的难处 大山啊 你算得了什么 你在索罗巴伯面前 必要成为平地 所以不是没有难处 而是信心 没有信心 缺乏信心 让他拦住我们往前 更何况圣经告诉我们 但没有时间读 没关系 生命纪第九章第六节 他说我们的神像烈火一样 已经先过去了 他像烈火一样 已经先过去了 才让我们过去 所以仇敌早已经被他瓦解了 他今天只是装样子来吓唬我们 所以你看到了约书亚纪第四章 23节 他说耶和华在你们面前等着你们过去 所以神在约旦河对面 加拿美帝在那里等着百姓们过去 他说就好像从前在红海的对面 等着你们过来一样 六十分你不觉得这些经文充满了安慰吗 我们早晨起来 这一天还没过 我们的神已经先过去了 你可能会说 今天怎么又碰到这件事 今天怎么有这么大的打击 神不经历已经先过去了 他是像烈火一样先过去 已经把仇敌制服了 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往前跨 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 仇敌要成为我们的祝福 所以诗篇139篇 他说我一生的日子 你所量定的日子 我连一天还没有过 你都已经写在册子上 这不是光一天一个月一年的事 是整个一生 神已经先走过了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何等宝贵的应许 最后 对不起 我一定要插下来讲一下 2004年神给了我们教会一句话 我希望你们永远都记得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得胜 十个探子抱恶心的时候 加勒凭信心讲信心的话 2004年神对我们这么一个软弱 这么渺小的一个教会 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凭信心顺服他 神把这块地赐给我们 八亩地 你一亩地 大概等于现在一般的标准房子 七个房子占一亩地 神把八亩地赐给我们 不够用七百万 有人说我们在西谷最贵的地方 买产业 这是神给我们的 根本不是我们有资格买的 你今天在西谷川外里 买一块荒凉的地 八亩地都绝对不止七百万 这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永远要感恩 要这块地是为神而用的 最后第三个应许 讲到无论往哪里去 神必与我们同去 这是让约书亚最不会害怕的 一个保证 虽然看得见的摩西 看得见的领袖不在了 但是那个看不见的元帅 那个真正掌权的那一位 永远跟我们同在 就算有风暴 就算有狂风暴雨 但是我的心也不怕遭害 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不管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什么样子的遭遇 祂的名字永远叫 伊玛雷利 当我们为了买这块会所 把我们在欧瑞纸上用了七年 八年的地方 不是 用了超过十年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转手 卖给一个中国人的教会 那时候我们非常需要钱 因为要买这个地 我们用低于四价的 一百五十万要卖给他 没想到他们说 他们的力量还是不够 后来我们最后一百二十三万卖给他 我们不是故意挑一百二十三 我们就是降了二十多万卖给他们 结果有一天我跟余师母去那边找人牧师谈话的时候 我进到他们的那个聚会厅 大厅上面写了几个大字 他写 一二三进迦南 这个作为我今天信息的结束 你们比较容易记得 一个荣耀的护召 两个重要的提醒 三个宝贵的应许 一二三进迦南 两个重要的提醒 哪个重要的护召 起来承受那地为业 两个重要的提醒 要刚强 不要再怕了 靠着主刚强 然后活着讨神喜悦 照着祂的旨意来活 第三个宝贵的应许 第一个是什么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都要赐给你们为业 第二个 在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你不要乱用这句话 我老婆不让我爱主 主你把她截去好了 我老板天天逼我加班 主你让她被fire 我跟你讲 最大拦阻你的就是你 我们这个天然肉体 你懒惰 松散 妥协 败坏 是我这个人走天路最大的难受 但是神说 必无一人 包括你 包括我们自己 不要让我的老我 阻挡我在属灵的路上往前 第三个 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我结束的时候 我要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作为结束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一段的经文是神整个旨意 或是在人身上工作的一个龙缩版 也是我们人生一切遭遇的解释 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为了要达成一个荣耀的目的 神把我们从世界救出来 从世界里分别出来 从世界里招出来 有一个目的 要叫我们得荣耀 而前面告诉我们 这个荣耀指的是什么 就是让我荣上加荣被改变 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让我在这里所走的每一步路 都让我得着基督 让我人生的每一个遭遇 我经历生命的改变 在我任何的处境里面 要让祂为我效力 让我变得更像主 这是旧约的约书记第一章 在新约我们怎么样来看祂 跟我们发生了完全的关系 所以今年开始的第一堂 我说希望我们都一起起来 与神一同走入未来 与神一同走入未来 与神一同进入新的一年 所以希望我们都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来唱九十七首 我们站起来唱 诗歌九十七首 请大家请大家 天在愛極為之路 不適合為之有 兩心長有碎的中逢 無尊的拯救 如今書的是無殘累 與我才無關心 無犯人是我臨 用臨見你 請我的微微高山 在光天花日之中 請我飲滾滾火雀 長年永留無終 請我的豐富 地埋如命 如地之有恩重重 勒載請我去 用臨見你 天在愛極 崇拜可謂 我大吉 首帝全是何其難堂 何讓我無力 在神話與寶人居住 多得平安復平 最終消失 再次 永美之地 請我的微微高山 在光天花日之中 請我飲滾滾火雀 長年永留無終 請我的豐富 地埋如地 如地之有恩重重 這載請我去 用臨見你 來 祂可謂 重靠這世 再無所懼 在神的手提 非指向 彈彎光山 在神的手提 非指向 彈彎光山 在光天花日之中 越來越小 既然永留無終 拥挤我的福祖 你们如念 如念既有本宗 从着在今我去 永远接地 我今时共享受为 所言和真感谢 我这道路 拥挤我的福祉 你能做一切 在今我过来 拯救完 你的聚餐与你 快乐永久在此 永远接地 听我的温恨抱歉 带着你花日支枣 听我的温恨抱歉 当年留下柔转 你无所拥挤你 你们如念 如念既有本宗 只能在今我去 永远接地 听我的温恨抱歉 带着你花日支枣 听我的温恨抱歉 当年留下柔转 听我的福祖 你们如念 如念既有本宗 听我的福祖 你们如念 如念既有本宗 我来说 神的福祖 王天的福祖 这么荣耀的呼召 这么宝贵的应许 他们全备丰富 直到永远的祝福 牛姊妹希望我们都振作起来 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都挺起来 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都要承受为业 不管谁曾经成为我们的男主 包括我们自己的罪恶 我们坏的习惯 我们得罪神的地方 要不甘心被他拦住 因为我们所要得着的是属天的产业 没有时间浪费了 所有的机会都是恩典 时间过去了 机会就过去了 抓住你今天艰难的环境 勇敢地靠着主 让大山变为平地 因为我们的神 心智与我们同在 我们再唱第四节 我们就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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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祷告 我们就祷告 每日的人都要诞 一起祷告 完成 好 大家 这件事 是 这件事 他们 心得与生与世 我的永久才知 永美之地 尽我的慧慧高山 在梦年华语之中 尽我已奋奋过去 长年优秀无穷 尽我的功夫 一般如礼 尽我已奋奋过去 尽我的慧慧高山 在梦年华语之中 尽我已奋奋过去 长年优秀无穷 尽我的慧慧高山 尽我已奋奋过去 尽我已奋奋过去 幸运咱们��天 有一些道報 Amen Christianity Amen 我们在 с视险中主的面前 特别的感谢赞美向给他 Amen 哈利路亚 Lord your delight who has provided and given us everything Oh and today, today is the day Oh Lord Jesus enable me to walk forward by faith We thank you Lord God, Amen Hallelujah, praise you God Praise you God Oh Lord Jesus We are people flowing along Because we are flowing in the fuel of land Amen Thank you Lord when we walk through this world That we are not afraid Amen Your promise has cast out all, cast out all of our fear Amen Thank you, we praise you Amen Jesus, we pray this morning We can lean in and hear your call Oh Lord, it is not just a message today But God, you have declared your heart to us Oh Lord, you are calling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Oh Lord, whatever areas in our lives Oh Lord, that we are still fearful Amen That we may hear your voice Do not be afraid Do not be afraid Be courageous Amen Oh Lord, to know that indeed the Lord my God You are with me You are with me You are with us You are with us We thank you Lord Amen Oh Lord, you make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a good God You are a good Father You are our Savior You are our Redeemer, Lord We shall praise our name You are worthy of praise And we were made to worship you Amen Amen 主我们感谢祢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 呼召出来 让我们今天所踏之地 乃是龙美之地 乃是刘海与蜜之地 乃是神应许之地 主啊乃是祢与我们同在之地 主我们感谢祢的救恩 奥主耶稣基督的圣命 师父何等不明何等可疑 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条大而可畏的宽言里面 能够毫无顾虑 能够在这里走上这条属灵的道路 主实在都是祢自己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祢给我们的应血 在祢的话语的里面让我们干强赚胆 面对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的挑战 甚至是我们自己老我里面的一些的难处 找见祢自己亲自的显明 也帮助我们突破 阿们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 岂不把万物连同祂自己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谢谢祢竟然这样子舍得把祢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一生可以在基督里来承受这一切的祝福 让祢的百姓在地上成为独居的民不列在外民中 让祢的教会在地上真的是成为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让人听见福音 让人在这里遇见神 让人在这里得到真实的救恩 帮助我们都在基督里 让我们重新起来活出新造该有的情形 我们享受内住的基督 我们接受基督的替代 我们活出基督的荣美 祝福祢的百姓 让新的一年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年 让新的一年每一个人都是丰收的一年 封主耶稣基督的命 我们祝福祢的名字 Amen Amen